剛拿兩百公尺巨賽的組織 開始 對 開始 我是復興國中的國二裝作家 然後 然後我的家庭 這次 這次的話 那個破大會紀錄 對不對 然後 自己的心情怎麼樣 要 以後繼續再加油 所以 你在賽前練習的時候 那時候就抱著要破大會紀錄的心態來練習 對不對 嗯 是嗎 對 那 如果我說最好的成績的話 大概可以到多少 會比那個 這次比賽還要更好嗎 會 會是不是 大概還會多少分出來 如果每一項都 如果每一項的狀況都最好 可能會 所以 快兩千七了 快兩千七 嗯 所以在兩千七的話 全中運 以去年的成績的話 大概可以到 第幾年 上次全中錦有前八 全中錦有前八 是不是 嗯 好OK 那 啟蒙教練是誰 呃 急功老師跟初二老師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練練習 你是國小的開始練練習 沒有 國一開始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練田徑 因為 嗯 國小的時候 就有來 就是來比這邊的 跳遠跟跳高 那 嗯 覺得滿有興趣的 所以國中就進田徑 所以國小的時候 那個啟蒙老師是誰 石仙明老師 中山國小 對對對 然後那個 嗯 嗯 講 對你們教練說的 感謝的話 是什麼 呃 謝謝他 就是 常常 就是很注意我們 全部的狀況 不管是身體啊 或是 呃 練習或是 課業之類 他都會 按照我們狀況 然後去 調整 每一天的 練習方式 然後 也關心我們 好 那 我發現說 你的爸爸媽媽也非常支持你 願田徑嘛 對不對 嗯 那 想跟爸爸媽媽說哪些話 呃 謝謝他們每一場 比賽都會到 然後 都為我 祝福 為我祷告加油 這樣 然後我發現說 你的很多教友 那個 阿姨還是 叔叔他們 也都會去你的臉書 幫你打氣 對不對 那想跟他們說什麼話 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會繼續加油 嗯 那還有什麼 要補充的嗎 呃 呃 就 那 還有就是想對 呃 以後的那個 想要練 混合的那個 學 學弟妹妹們 年齡的話 雖然 呃 可能會比別人 付出更多 可是 比完會非常有成就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